来 老师 哎 是 老师 老师 看一下这里 老师 看一下这里 这里 来看一下 老师 看一下这里 好 这 了 好 这 了 老师 往前一些 谢谢 可以吗 这样 往这样 这边 好 谢谢 好了吗 首先 获得这个奖项 什么样的心情现在 非常激动 因为去年也很荣幸 站到了领奖台上 今年在 有机会 也很荣幸的 再次上台 非常的感动 也非常感谢华鼎 也非常感谢华鼎的 主委评委 还有 我的粉丝 很多很多要感谢的人 嗯 他接下来有什么工作计划 现在正在上海拍一部现代戏 叫什么呢 叫 《误入浮华》 演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主角 演的是一个百货公司的CEO 他 临危受命从国外回来 来帮助公司 嗯 然后 与主角有一段 感情 嗯 接下来有新作品要上 上去跟他见面 呃 去年 嗯 刘江导演的《光荣与梦想》 也是《刚刚杀青》 应该是在明年回放 然后 还有一部戏也回放 嗯 2020年马上要过去了 能不能给大家总结一下 你这一年当中的一些收获啊 或者是一些心得 呃 这一年很特殊 因为前半年大多数人 也包括我 呃 在家 居家的时间比较多 呃 反而我觉得 嗯 和家人 在一起的时间长了 爸爸妈妈 发现他们年纪大了老了 需要我更多的时间 花更多的时间去陪他们 去照顾他们 呃 我现在就想着能够有空 去多带他们玩一玩 后半年 有条不紊的 我的工作也在继续 呃 我也希望 疫情也早点过去 希望大家 呃 的工作和事业能够 早日步入正轨 嗯 马上就要到新的一年了 有没有新年的一些 祝福给大家送给大家的 呃 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的 牛年大吉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还拍两张吗 好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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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